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孟参老和尚 无论修行哪一个法门 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 修行最大的障碍就是中断魔 不管是念佛法门也好 乃至读诵大成也好 禅定也好 随便修行哪一法 你得产生利用 有利用你才能降服魔障 往外修失利生 往内修失利自己 例如生起一些烦恼 就用你的观想力 用你的休息力 把那个烦恼降服下去 但是你有这个力量吗 没有 有些很简单的是 因为障碍力出现了 什么叫障碍力呢 你修行很好的时候 六清眷属把你牵引住 使你退到 不是霸道还俗 而是在你的修行当中 使你中断 怎么样叫中断呢 例如你在这里听华言经 你的家庭 六清眷属出了业障 你要中断 这叫中断障碍 中断魔 那就看你的修行 有没有力量 有力量你能克服 不会中断 不会中断 就是你修行的力量 能够相许 无论修行哪一个法门 最大的障碍 就是中断魔 为什么中断教魔呢 不能相许 修行力量中断了 再来又得从头做起了 不是那个力度了 修行也如是 过了这个机会 再想重复 恐怕很难了 念佛念得将有暖气了 刚产生利用了 被世间的明文立养给扯住 中断了 回来再从头来 就差得多了 这叫中断障碍 所以修行的力量 是很微妙的 书胜行就怕中断 中断了 要使它再相续 那跟前头的力度不同 你那信心也不一样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